不知道你喜不喜歡用二手東西 很討厭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經常聽到 太多二手東西有古靈精怪的東西 古董我也有點怕 其實我覺得每一樣東西都好像有能量 你喜不喜歡嗎 我也接受不了 因為有些陰影 我現在接下來說 這是小時候的家裡發生的事 當時家庭環境不好 住公共屋邨 我記得有一天我哥哥 在我們家裡住的後樓梯 給他發現了一些寶物 那些寶物是當年經濟不好的人 見到應該都流口水 就是黑膠碟 一箱黑膠碟 還是很新的 以前家裡買的Hifi 都非負則貴 但是一定有很多家人 家人都會基本上有這些東西 因為當年都沒有什麼娛樂 以前哪有唱卡拉OK 沒有的 那個年代最多是得福亞 Rolla 你也很好 最厲害是得福亞 Rolla 我們比較慘 哪有沒有娛樂 沒有卡拉OK 沒有什麼特別消遣 因為當時我們聽歌 都是大人聽什麼 我們就要被迫聽什麼 所以我哥哥一看到那箱黑膠碟 就已經知道 原來裡面的好東西 很大部分都是我爸爸喜歡聽的那些歌 黑膠碟貴的 幾十元一隻 貴的 所以就是寶物 他當然不放過 但又怕是人家暫時放在那裡 會回頭拿回 我哥哥自作聰明 在那裡找 找了幾隻是我爸爸最喜歡的那些歌 然後就拿你幾隻 不會全部拿 以為這樣沒事 拿回家 那好了 爸爸回來見到 當然是問的 喂 你的碟從哪裡來的 怎麼那麼多黑膠碟 還是我喜歡聽的那些 然後哥哥就說 人家是扔的 都不要的 我收拾幾隻回來 很閒而已 你哥哥那時候做事沒有 好像剛剛出去做事沒有多久 剛剛出去做事沒有多久 都沒理由這麼豪 一次過買幾隻 你爸爸不相信他 然後他就說了之後 我爸爸看到 都是他自己喜歡的心水東西 當然是不再說我哥哥 即時就開機在那裡聽 欣賞 我想 嘩 那些音色很棒 這首歌也是他喜歡的 想買了很久 不過不能一次過買這麼多 那現在很好 兒子收拾了回來 正式收拾了 好了 聽完了 享受完了 好好收拾了 到那晚晚上 就發生了事 原來睡到晚上半夜的時候 我爸爸被聲音吵醒了 這個是他之後 第二天說回一幅話給我們聽 發生什麼事 那天晚上晚上 他睡著睡著 那些聲音就是 咳咳咳 咳咳咳 敲門嗎 敲窗 敲窗 你住幾樓 因為那時的走廊在外面 是有走廊 他那張床頭 就近住窗門那邊 好像人家的氣窗 那種窗 其實如果你說有人的 跳高來敲 都有可能 因為那時就拉上窗簾 已經關上窗了 然後我爸爸就聽到 那些這樣的聲音 其實那時有一個心態 他就不是想到靈異上高的東西 而他是覺得 我哥可能那些碟是撻回來的 可能有人來追究 但其實你想心一層都不會 三更半夜 誰來追你拿碟 日頭拿 沒錯 但他始終是心虛的 我爸爸 然後他就 不管了 當沒事 可能會走 那他就繼續睡 當他繼續睡的時候 沒多久了 過了十分鐘 他差不多想睡著的時候 又來了那些聲音 咳咳咳 咳咳咳 原來你對他沒有反應 你不理他 他就給你一些反應 他就聽到聲音 分不出什麼聲音 但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給我一隻碟 給我一隻碟 這樣的語氣 然後我爸爸當然害怕 整個人都很窄 然後他就說 哇 這是什麼聲音 這麼恐怖的心 然後他就想動 但動不了 好像被威責 對 就像那個反應一樣 然後我爸爸 當然流汗了 然後就掙扎 差不多三四分鐘左右 我都不太記得他多久了 到他動的時候 當然是即時拉開窗簾 不管什麼事都看一看 外面一個人都沒有 沒有人 其實他之前在窗門隱約 類似有一個很蒙很蒙的身影 但到開窗的時候 就是看不到有東西 然後他心想 糟了 那些碟一定不能要 其實他跟他說 他一定知道他的意思 就是說黑膠碟 不是吃東西那些碟 當然 所以他到第二天 就立刻跟我們一家人說 就說那些碟不能要 你立刻要扔掉他 不要了 然後 我哥哥當然不會再做 他聽完我爸爸說 原來跟那些事有關 我哥哥也不會做 就留給我媽媽去做 我媽媽就拿回一些碟 想著把那些黑膠碟放回原來那個 他知道是給我撿的 對 他說了出來 我哥哥想著把那些碟放回原來 那一早他回到那裡 誰知原來那個碟已經沒有了 不知道被什麼人拿了 或者被人藏起來了 糟了 怎麼辦呢 我拿著那幾隻黑膠碟 就在這個時候 就像演戲一樣 遠處傳來一些打齋聲 有些鈴鈴茶茶的聲音 你知道以前的屋邨 有一點點事發生 周圍的鄰舍都會走出來 看熱鬧 三個六婆 真聰明 他真的有個嬸嬸和師奶在聊天 我媽媽都認識的 但不太熟 走過去問一下發生什麼事 為何無緣無故那邊有人打齋聲 發生什麼事 原來後來從那兩個太太口中知道了 原來有一家人 裡面有一個 是那家裡面的大兒子 三十幾歲 都是叫壯年 是急病死了 他生前很喜歡聽歌 他的家人 可能因為家裡的面積小 變成一離開之後 他就清理他的遺物 扔掉了他的黑膠碟 是呀 把他的黑膠碟 扔掉就這樣扔出去 因為那時候 那個年代沒有什麼收二手東西 沒有人上門來收 他唯有扔出去 有得你們清潔的來 撿了也好 你們喜歡拿走也好 沒有人會遇過 想著會發生這樣的事 可能那個 過世了那個 先生是太愛他的碟 然後我媽媽證實了 原來這些是死人的遺物 那更加不敢要 沒有辦法之下 唯有把那些碟放在原來 去撿那個位置 雖然沒有了一個箱子 他只要放在那裡 然後便在那裡 跟他說不好意思 小孩子不認識世界 拿了你的東西 現在就是原封不動還給你 之餘 我媽媽之後還去買了一些東西 原寶蠟燭香的那些 就是不少得的 那些金銀衣紙的那些 又不少得的 總之就向他們家的方向敗 因為他想過 沒有可能 就這樣因貌然 拿著幾隻碟 去回家人出事的那家人 說我還回那些碟給你 沒有可能這樣 比較尷尬 這件事 我媽媽就選擇了 靜悄悄 就做了這件事 之後 好在 沒事 件事就是這樣過去 很囂幸 沒有什麼事 要再跟著 沒有病 或者 弄困你 那就沒有這件事發生 可能 走了的 先人都覺得 小孩子真的不懂世界 第一 坐在他家人 先丟掉那些東西 剛剛遇見你哥哥 不是 可能怕賭物私人 也是 那麼年輕就走了 另外一件事 在那個年代 實在太多人 因為那時候 公共屋苑 有垃圾房 這些大件的垃圾 是自己擺放在那裡 很多生姑、老婆、老婆 看過有什麼收拾 其實垃圾房收拾東西 在那個年代是很普遍的 你看到一些東西 有時有一張舊梳化 都被人收拾 曾經有一個 做地產的女生 她剛好家裡的梳化爛了 她路過 看到有一張 很漂亮的橙紅色的梳化 很新鮮 她覺得 又這麼新鮮 真是新鮮得好教官 又漂亮 她真的覺得 會不會 看了周圍問人 又問了管理處的人 你知道誰扔出來的嗎 她說那人不要了 如果你要你拿去 剛才扔下來的 她又知道這張梳化 她知道是來源 她知道有人扔 她不會覺得拿回家會有人偷 她真的拿回家 我最主要是這些 她沒有想過其他事情 她就覺得 我不會拿去被人說 她就找了她弟弟 搬了一張梳化回家 她媽媽還稱讚她 哇很厲害 你收拾這麼漂亮的梳化 沒事了 坐了一個星期左右 有一天 她去洗手間 走完洗手間 走出來的時候 她就看到 有個女人坐在那裡 但是那個女人是透明的 她看到梳化是什麼顏色 所以她肯定 第一 那個女人不是她的家人 如果那個女人是實體的話 她也會問她 她是早上還是晚上 晚上 她看完電視 打算去廁所 擦過牙洗過面 就睡覺 她出來的時候 她就看到那個女人坐在那裡 她的益術說 如果我早點見到那個女人 都懷疑那個女人 都懷疑那個女人是我弟弟的女朋友 對 但是那個女人是透明的 我都懷疑 肯定她不是我弟弟 然後我跟她聊天 我問她 是不是你弟弟的女兒 然後她說 是透明的 她要去驗眼 然後她說 我也有這樣想過 但我看到她是透明之後 我就覺得她不是我弟弟的女朋友 因為她一向當她的女朋友透明 對 還是她當她透明 厲害 我應該告訴我朋友 原來你弟弟的女朋友是透明 所以不要亂收拾一些東西 就算二手的東西 你也聽得多 在街邊 我曾經聽過 買了一幅畫 在馬來西亞買的 即是地攤 跳室市場 跳室還是跳祖 隨便 明明就行 其實是一個祖字還是室姐 我不認識 真的嗎 人們讀跳室就可以到現在 對 但那些叫約定俗成就是這樣 但很古怪 英文叫Fleece Market Fleece是跳室 其實是否錯 人們懶惰咬紋著字 這個年代 明白就算了 那就是 那個人在跳室市場買了一幅畫 然後是一幅畫 是一幅油畫 當她拿回家後 晚上她老婆說 看到那幅油畫 她是在哪裏 聽 很漂亮 她每天晚上 發夢又見過 在那幅畫上有個女人走出來 因為有一間房子在裏面 它是風景畫 風景加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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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去是不陰心的 不陰心的 但風景加間屋 然後每天晚上見到一個女人走出來 好像早年的電視一套畫樓奇情 真的嗎 是的 他們也是講一幅畫 如果喜歡看靈異野的朋友 都會記得 都應該知道這個故事 幻海奇情 是的 很舊的 你還是妹妹那時候 可能也很喜歡看的 那時候 有一個朋友 是有錢人 在古東店買了一個大笨鐘 大笨鐘 自從買了大笨鐘之後 就加道中落 不知道是否影響風水 就是說她的小孩子 她真的加道中落得很厲害 很明顯 她是一個名人 她妹妹是亞洲小姐 她之前是開酒樓的 亦都拍電影的 後期她的兒子 都是製片 給錢出來拍電影的人 她的家道中落 你要怎樣計算 是她買了之後的多久 開始 一直向下畫 運程 就一直這樣畫 就是買了那一刻 是的 她已經說過 那個鐘 覺得很古怪 但買那一刻 她沒有想過嗎 她只是想買一個古董回來 貴 型 漂亮 就買了 有錢人會不會想這些 就是型、漂亮、貴 遮掩了她的感覺 就是工人說鐘有鬼 是工人告訴她 因為她自己看不到 她就不相信 自從她兒子 交通意外死了之後 她就開始會想 有人命嗎 是的 然後呢 她兒子死了 好像她就離了婚 他們之前的生意全都沒有了 沒有了 那時候她們最早期是有開音樂公司 卡拉OK碟 是她的 但她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是鐘的問題 她回想 她買完之後就開始所有東西在下跌 她跌到哪個位置 她才記得 記起是跟這件事有關 因為有人提醒她 沒有 她後期已經跌到 是怎樣呢 她現在已經躲起來了 因為當一個很有錢的人 是 跌到什麼都沒有了 她現在好像出了家 還是隱世了 很難接受 對 待會告訴你她是誰 很有興趣 很有興趣 她問她 她 她